这体验过之后 有没有发现还蛮容易的 说这个问卷就变得比较简单 那么如果您知道这边 万一你内容有修正可不可以 可以哦 比如说我发现啊 我的表单有设计错了 那我可以来这边的那 就是编辑 他叫做编辑表格 编辑表格 有没有回来了 对不对 你可以改 那你改过 你有没有讲过有什么问题 假设已经有人报名了 会不会做你讲 你觉得会不会做你讲 其实我发现他还蛮聪明的 因为他是用所谓的Exail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个叫工作表 所以如果今天你有编辑 重新编辑过那种表单 他会把你的资料 放在叫做工作表2 也就是你之前做的 他还是会留着 但是他会增加一下工作表2 工作表3 那你反正说你万一又要 又要回来 所以这个还蛮聪明的 那你记得 要重新编辑叫做编辑表格 他的名字目前就是有些地方没有那么同样 那如果呢 你希望说 你要看一下那个回应该要 就是像刚刚这边 对不对 可以进来 那我们编辑一下表格 好 你就可以从这里看到 这里有更多动作 刚刚我们不是有编辑确讯息吗 对不对 如果你希望说他送出来的就能够怎么样 看到统计结果就是这个地方要多强 那么他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说目前有多少人的那些统计 好 这边都可以看到 那你大概了解了 那么里面呢 其实还有一些项目还蛮不错的 还有区段交集 还有分页 有没有 你可以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项 我刚给各位看了 第一页第二页 那么如果你要有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叫做 根据不同选项 给他不同的什么 填解内容之后 这个就叫分页 等于说 如果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会员 他就是会跑到其中一页 非会员就跑到另外一页 等于又这个就区格 有点好像这些 评付 评就怎样 成立就怎样 评付就跑到哪里 所以这个叫做 合的分页符号 这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请想如果大家内容没有那么复杂的 其实倒还好 一般的这样一般性应该就够 这样 各位老师对这个表单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嘛 所以您可以单独的 透过这个 email送出去 也可以就是 把它放到我们写作平台里面来用 好 所以您看看 透过这个地方 您看一下 你看我操作的版本就像这样 好 选好了 送出去 对不对 那如果说老师的那个 题目上下顺序不对的 就是用博语的方式 把它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好 选择肚皮 刚刚大家会的 刚才有没有 就是这个地方 监记它就可以 显示 如果你有显示回应在下这个地方 是不是会显示出来 会像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大家应该都会了 没有问题 直接放进来 放进来 最后结果 对的 如果说您已经 如果说您已经 编辑好了 假设您已经编辑好了 刚刚那个ecell 怎么办 直接把它下载储存掉 您用ecell就可以再开了 比如说你给它印那个报名表之类的 不是外面 签到部来 签到部来 那我们就把这个资料拿来 就直接再用就好了 好 就会比较方便 就比较方便 好 那大致上是像这样子 所以您可以稍微 简单的看一下 那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地方我们在谷装 我怎么知道 有没有人报名 你应该没有那么险 每天都上来看 还是五分钟上来看一次 所以说我们可以设定的通知 有人进来的时候 就通知我一下 那我就知道说 有没有人报名了 因为有时候怕说我们时间是放弃的 就是 我先到这边统计完了 可以我又有人进来 那怎么办呢 你看一下 有一个叫做设定通知规则 那在哪边 我们看看 在这里 您到共用这边 有没有设定通知规则 有看到了 你把它点一下 所以呢 有任何间隔 你看一下 有任何间隔的时候 你就把它通知我 或者有新增或 这个应该 有使用者提交表格 就是有人新报名的时候 再通知也可以 那这样他 你用这种比较聪明一点 好比较聪明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通知的方式 原则上用email就好了嘛 不用摘要了 就email通知就好了 所以你设定好了 只要这个文件 有新的使用者进来 那他就发一通 没有告诉你 说这个文件有能变更呢 像我在之前这边就有 在那个叫做 给各位看一下 你看我这边不是有一个 那个一百年的这个 他最近你编辑 这样了解吧 他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标签 那么如果说像老师刚刚讲的 你已经OK了 你不需要再做这件事情了 那么这个动用这边 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 你把它变更一下就好了 那不对 关闭 我看一下 假单如果不要用的 你可能只能算出假单 他没有设定一个什么时间 报名时间 所以你可能只能在那个 里面去写说 我报名时间是什么时候 这个没有 所以你有建立的 他就都在上面 都在上面 这样您大概了解了 好 OK 那我就把它传给Linnoge